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爬上了联盟顶点面对排名选手先发一波结议对上正式冠军再拿出死亡笔记收割灵魂很少量级将这些对手一个个击倒在农里联盟新世代的中量级冠军坚冻动漫大师他就是A3阿达桑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联盟少数的武王之一 如果不懂格斗你还可以选择跟他背斗切磋 此外他也是WWE OG级的粉丝 很多人模仿过了ROCK的人民走机 但你与菲尔不乏都一同copy的 他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NBA电玩 就跟你我一样私底下他其实就是个大男孩 中二魂由内而发 然而这样的他却是当今UFC里唯二全胜不败的冠军 排名排名第三仅次于John Jones以及小英 而这样的成绩来到UFC却还不满三年 今天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位联盟神通中二位冠军阿达桑亚 阿达桑亚1989年7月22日出生于奈及地亚拉格斯 拉格斯是一个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城市 但幸运的是阿达桑亚生长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 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护士 而他则是家中的长子 包含他在内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家里不用为了钱而烦恼 从小也不必帮忙分担家计 让他有着快乐的童年 可以选择尝试任何感兴趣的才艺 阿达桑亚虽然手伤脚伤 但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 选择篮球这项运动 虽然喜欢NBA 但事实是他根本就不会打篮球 光拿起篮球都感到害怕 我知道我看起来很强 但是我真的不会打 很诚实的这么表达 因为小时候他的选项 是跆拳道这项运动 小学司机加入了学校的跆拳道社 格斗的种子这次可能就已经悄悄萌芽 阿达桑亚在这里的表现相当出色 而且非常热爱这项运动 然而他的母亲却很反对他继续投入 因为好动了他 时常会踢翻家里头的东西 有时甚至还在客厅里尝试空翻 结果将自己的手给摔断 因此妈妈下令禁止阿达桑亚 再继续练习跆跆拳道 也再次证明 抬上一分钟抬下十年功 如今的五王当年是这样摔过来的 而提到了五王 阿达桑亚在退出了跆拳道社之后 从他的朋友那边 第一次接触到了街舞 我的朋友会带我去认识其他跳舞的同好 他们时常会向我展示新的招式 而我后来也跟着开始练习 并试着复制出他们的动作 我是一个很好的模仿者 而这些技术需要的运动能力 以及节奏感 对我现在从事的格斗事业也相当有帮助 虽然是这么说 但阿达桑亚当时的梦想 其实是想成为一名舞者 而这一次轮到他的父亲反对了 小学毕业后 他的父母 为了让孩子们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以及为了能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搬离了奈吉利亚 一家人先是来到了加纳 在这边规划着 之后准备移民到美国的计划 然而2001年发生了一起事件 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那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而他们后来移民到了纽西兰 罗托路亚 来到了纽西兰 阿达桑亚的求学生涯 却遇到了状况 在这个人口70%是白人的国家 那时候的他在学校 或者是在上学途中 经常会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 甚至还会有同校不认识的学生 对着他大喊 滚回你的家乡 这让阿达桑亚感到相当意外 为什么这里的人 都对他这么不友善 他不明白 难道仅仅因为肤色 就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当时的他跟其他人 总是格格不入 即使大家都做一样的事 但就是会招来其他同学的歧视 而他这时最好的朋友 就是陆克 小李 以及名人 阿达桑亚在这个时期 对于户外运动 基本上是没什么兴趣 日本的少年动漫 电影 才是他排起积木的管道 在家最练剧 跳跳舞 练练结印 而中二的性格 在看了拳霸这部电影之后 是让他再一次 兴起想要学习格斗的念头 除了电影里面这些武打桥段 对当时的他而言 简直是酷弊了 同时 这也反映了阿达桑亚的内心 他不想要再继续 任其他人随意欺负了 阿达桑亚先从泰拳开始学习 但在练了约一年左右 他就偷偷瞒着当时的教练 跑去参加了 人生第一场的业余MMA赛事 可能是希望他能赚进潮泰拳发展 也可能是认为 现阶段 阿达桑亚不适合去参加比赛 总之 当时的教练 是非常反对他投入MMA 因此阿达桑亚 决定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上场去打比赛 而他赛前的事前准备 就是到YouTube 搜寻罗素教学影片 然后自己练习三个礼拜 想当然 这么做的结果 就是输掉了比赛 但他却相当开心 因为他很确定 这就是他想要的 他不想像家中其他兄弟姐妹 走父母安排好的路 他的弟弟跟妹妹们 现在从事的职业 也分别都是会计师以及护士 也不想像学校里的其他同学一样 过着追求成绩 追求学历 毕业之后 寻求一份稳定不错的待遇 他想走的是跟大家不一样的路 他追求的道路 其名为武术 我很幸运 我当时只是输掉了比赛 我并没有遭到什么太严重的打击 或者是被对手的固定计 留下什么后遗症 而缘分也是如此神奇 因为这一场比赛 让他在那个地方 认识到了他现在的主教练 Eugen Berman The Last Dibender 这是阿达桑亚 现在比赛时的称号 这个名称的由来 来自于他喜欢的其中一部动画 《降世神通》 里面的主角 必须要掌握活 土 水 气等四大元素 才能成为地球上 最具权威的武术神通 而阿达桑亚坚信 格斗也亦是如此 泰拳只是其中的一项元素 必须要在学习掌握其他的项目 才能成为擂台上 最具实力的武术家 因此在这之后 他离开了原本的泰拳训练营 只身一人搬到了奥克兰 并来到了City Kickboxing训练营 找到了Eugen 然而起初 他的教练是不想接受他的 再看到这个鲁莽的小伙子 这么菜肌 就上去跟人家打比赛 还没有教练陪同 原本想劝他 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 并引导他赶紧离开这 但阿达桑亚的决心 让Eugen 选择给的他也是机会 阿达桑亚表示 这是我一生中 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 2011年开始 正式加入了City Kickboxing 并开始了拳击 Kickboxing 以及巴西柔树等项目训练 凑足了四大元素 而接下来 就是迈向神通之路的故事 阿达桑亚从纽纪然的 Kickboxing赛事出道 并创下了惊人的32战全胜 接着到了2012年 正式展开了他的MMA职业生涯 如果您看过子弹节的介绍影片 没错 阿达桑亚这次也一样 是双领域进行式 并开启了巡回模式 从纽纪然 打到中国 以及澳大利亚 中间 还增加过六场的职业群职赛事 再来到中国比赛的期间 因为背后的刺青 让他被当地的全民们 称之为 黑龙 我是黑龙 我是黑龙 阿达桑亚展现了 他在格斗方面的天赋 从2011年开始到2017这7年 他的总成绩分别是 Kickboxing 骑士5胜5败 Proboxing 5胜1败 以及职业MMA 11战全胜 三度拿下纽西兰全国冠军 如此显赫的履历 加上好看的利技 让他成功获得了UFC的注意 2018年 阿达桑亚正式来到了UFC 来到了大联盟 阿达桑亚继续保持着不败记录 80寸的臂战 加上97赏的职业赛事经验 让这些对手出手是很难命中 虚虚实实的事态 舞蹈般的进攻节奏 你也想起舞吗 令对手防不胜防 阿达桑亚 非常善于拆解对手的防御 攻击的手段相当丰富 长距离的刺拳 扫腿 近身吸击 走击 以及从小扎根的跆拳道基础 南方的高踢 变线踢 精湛的力气 精准的反击 让他很快的 就打进到了中量级排名 另外 让韦德当时注意到他的 是他的这些动作 你会在MMA的最高级排名 我最有趣的是 Derek Brunton 决定要变成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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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 很快的就将他给记得下来 但当时其实还没想到 在未来 他即将成为UFC的冠军 就像Derek Brunton说的 一般人第一眼看到阿达桑亚 应该都会觉得 这家伙的身材也太纤细了吧 尤其他打的 还是中量级 除了立即巡投在UFC很不吃香之外 这个量级 又有太多的肌肉怪物 没有过人的KO能力 巴西柔树又仅仅只是蓝带资格 让当时普遍的格斗迷都认为 他能进入到Top5 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我当时相信他可以获得不错的排名 但夺冠 机会看起来是真的很低 然而UFC的总裁Dana White 显然当时就已经察觉到 我们所看不见的查克拉 以及战地指数 阿达桑亚的夺冠之路 以飞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2019年对上了UFC重量级历史 最伟大的传奇 蜘蛛Edison Silva 这位过去统治的重量级 将近7年的时间 期间还创下了联盟最长的联胜记录 阿达桑亚将他视为偶像 赛前记者会 甚至用格斗界的Michael Jordan 来形容这位传奇 然而蜘蛛 已经是老蜘蛛了 这场世代交替 所以两位的风格 还真有那么一点相似 阿达桑亚 战胜的传奇当晚 原定的重量级冠军赛 由于冠军五星哥 前一天凌晨 因为不出现状况 紧急送医 因此阿达桑亚 提前获得了争夺冠军的机会 UFC236 联盟果然先举行了这场 重量级的战时冠军赛 由战绩全胜的阿达桑亚 对上原先的冠军挑战者 排名第四 TUF17 重量级的冠军 Kelvin Gaslow 这场比赛 不仅是UFC 2019年度最佳赛事 这是Top5影片里 最大的遗珠 A main event at altitude Altitude against Neil Magny In Mexico Oh Oh And Adesanya retreats Oh Oh Kelvin's in real trouble Real trouble Oh he goes high Look at that Oh Good entry This is big That's big Oh my goodness Huge run Duck up for Adesanya now Final 10 seconds That's it That's it Kelvin goes down Stop it Kelvin's still fighting Israel's trying to finish What a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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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ael The Last Abender Adesanya 成功夺得战士冠冠军 拿到冠军赛的门票后 年底 UFC 243 五星哥 Rob Willick 终于回归 这位过去在中量级霸占全胜 击倒了前冠军 二度战胜怪物神兵 Powerful Power排名第七的 世界中量级冠军 很多人当时都问 我的进度是否太快了 但他们不知道 我为了这一天 已经准备十年了 这场万众注目的冠军统一战 阿达桑亚今晚 带着平常心 带着秘密武器 在全场观众的面前 精彩最中二的表演 这一場 所以,这里是 各位先生 几位 The UFC Middleweight Champion Rober The Reaper Whitaker 这一場刚才是时刻的 I'N 它 suf Delet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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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衣裟了 他們說他應該 是中途 很加深入 合作一顆 倒多了 是這在終的回合 OK這跟那是摩訝 OK 一開大力,是在摩訝 有監 против博恩快樂 也被戴上很重 他送了血液開朵 你 также要小心 罗尔扒尼亚要打了 阿德桑尼亚 竟然关掉 阿德桑尼亚 是最高任者的首席 中央在最高的 每次罗尼亚 他已经受到大中央 最最後的奪迪 阿德桑尼亚 而不到两年 阿达桑亚成功爬上了顶点 成为新一代的重量级冠军 连神兵大战两轮血战的十回合 都没有办法拿下的五星歌 阿达桑亚仅用两个回合就成功终极掉它 且赛后脸上完全没有带伤 现场五万七千名的观众见证了这一切 而这也是UFC史上最多观众到场的纪录 今年年初时 韦德曾在影片里这么说 要说到2019年UFC你会想到谁 一个是Mazfit 另一个就是阿达桑亚 两位在这一年都成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让全世界的格斗迷印象深刻 阿达桑亚不仅是拿下了UFC的冠军 之后还获得了纽西兰年度最佳运动员的殊荣 而这位中俄火影哥可能也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游戏预告里的主角 跟Mazfit一起担任EA UFC 4游戏的封面人物 人们常讲的中俄病 除了常见的将幻想类题材小说及动漫世界观 套用在现实 自我主义天马行空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其实中俄它并不是一种病 相反的它可以是一种创造力 运用适当甚至还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力 频道目前介绍的阿达桑亚 Mazfit 子弹姐 他们的生涯过程很相似 都是打遍了世界各地 最后来到了UFC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是 Mazfit 有过去是拳击手的父亲影响 子弹姐 有母亲以及姐姐的指导引领 而阿达桑亚 启发她的却是一部电影 辅佐她的是神通 名人 以及小李 就像她身上的刺青 结合了将士神通 以及火影元素 正是因为这样中俄的性格 让她成功走上跟其他兄弟姐妹们 不一样的路 用自己的方式 一样让她的父母 家人们感到骄傲 而即使是这么中俄 带给了大家这么多的欢乐 但在来到UFC 赢得第一场比赛之后 回到后台的她 也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因为这一路 其实相当不容易 感谢当初那些在学校欺负过我的人 在学会了这些格斗技术后 阿达桑亚并没有将这些 用在当初霸凌她的人身上 而是在这之后 一个个加她们的社群软体 因为最好的报复 就是让她们知道 你并没有被她们打倒 而且现在 过得比她们更好 圣牙开端虽然在纽西兰 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起源 仍爱自己的家乡 跟同是奈吉利亚裔的冠军 无什么交情甚好 夺冠之后 她也再次回到了奈吉利亚 对于这个地方 自己的肤色 自己的血统 都感到骄傲 将这块土地 吃在自己的胸上 而在今年 她也成功未免了冠军头衔 虽然上半年 跟神兵的那一战 再次被大家质疑的冠军实力 因为这场冠军赛 很可能是UFC历史 最无聊的一战 但Mazvita 却因为这场比赛 喜欢上了这个家伙 全联盟 没有一个人会想跟神兵打比赛 即使是五星 我相信 她也不想打第三次 不论你是输还是赢 对上她 没有一个人能全身而退 但阿扎桑亚却向我表示 我想挑战神兵 我想成就我的传奇 我想成为历史 最伟大的重量级 而半年后 她确实履行了 她说过的话 这样的企图心以及决心 让这位俄贡冠军 对她是满满的respect 而下半年 UFC253 对上同样战绩全胜 体型不出神兵 甚至比她更大只 在铁龙内 实际上是重量级的 Paulo Costa 这场魁为十年 再次上演的全胜对全胜 阿扎桑亚再一次 仅用两个回合 就终结掉了对手 洗刷掉了大家对她的质疑 连神持续推进 继续维持不败战机 这一战后 阿扎桑亚 Pound for Pound的排名 也上升来到了第三 而这位格斗界的火影 生涯的总胜场数 也到达了100胜 就让我们继续看着 火影忍者黑龙传 因为接下来的剧情 阿扎桑亚 将上升前往轻重量级 挑战双冠军的身份 持续创造 自己的格斗传奇 虽然我还是不习惯叫你黑龙 我学黑龙 奇怪 这个feel 怎么跟黑龙有点不搭 因为在我心中 你永远都是最中二的火影冠军 而中二在你身上 也绝对是称赞 是最佳代名词 再次预祝你能成为联盟第五位双冠王 甚至是史无前例的 三冠王